大家好,我們來自麗景天主教中學 我們的隊名叫AQUA,我是錢卓燕 我是蔡爾郎 我是李樂宜 在社會上,好詩人會在意到姿態不變人的需求 例如他們沒辦法像正常人一任繪畫 但是,畫畫可以幫助人們注意力 放鬆身身,有做表達情感的同事 出進自我探索和成長 而根據很多大學研究的顯示 在畫畫的時候可以專注畫布上的線條和形狀 就可以令到你的大腦進入冥想的狀態 使使用者感到平靜和放鬆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 有不少家境貧困的小朋友 因為沒辦法上課班學習畫畫 有些人心中也想到一些畫面 但都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畫工 或者失去部分肢體 而無法表達他們心中的情感 所以我們就發明了畫得理心系統 希望者只需說出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一幅畫 AI就會自動創作圖片 之後將手放入機器的手套裏面 就可以像一個人抓住你的手 教你畫出一幅畫 對於我們初中心來說 用Stable Diffusion 這個由文字產生圖像的機械學習模型 用來寫程式是一件較困難的事 所以我們採用了Replicate 它提供了一個較簡單的方式 令到我們可以用Collab 來寫到Stable Diffusion的程式 而在硬件上面 只需要一個支援語音輸入 和可以上網的裝置 例如電腦或者智能手機 和一部經改裝過的XY軸 緩劃機 首先,一個程式的功能 分別有語音輸入 使用者只需要說出畫作的特點 並利用AI的語音輸入變成文字 再將AI生成的圖片變成SVG線條畫 之後開啟矩圖機 機器就會跟著SVG的圖畫畫出畫作 使用者只需要將手放入機器的手套裏面 就可以跟隨畫作的軌跡一起移動 進行創作 我們做過實驗 系統生成了54張AI的圖片 需要3.43美金 即平均每一張圖片 大約需要港幣0.5元 而我們的繪圖機成本 是港幣680元 這個產品能令使用者 能夠享受畫畫的過程 輸入心中的壓力 減少附近情緒 能夠訓練小朋友 學習畫筆的軌跡和機肉記憶 幫助他們提升計畫技巧 最後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多些 去瞭解一下殘疾人士們的困難 以及他們需要的幫助 多些去關心一下他們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事 在這裏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事